满满的人潮 大人小孩推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看起来迫不及待要出国旅游 根据桃圆机场统计 暑假第一个周末 日运量就来到12万人次 是平常的1.5倍 整个暑假旅游人潮甚至上看650万人次 一后桃圆机场各区航线陆续复飞 其中以东南亚 北美及东北亚旅客增加最为显著 约已恢复至疫情前2019年的7至8成 桃圆公司也整理出人潮最多的时段提醒大家 第一航下上午5点到9点 中午12点到下午3点 第二航下的上午6点到9点几个尖峰时段 机场公司呼吁旅客最好善用手机 网络预办登机报道加速效率 提早2.5到3小时到机场 以免错过班机会乐旅游好心情 东南新闻小华明 桃圆报道